浙江长龙航空飞济南的GJ8959 这飞机的偷装够蓝呢 这是我的前续航班 123航空的ARJ21-700 这飞机我之前坐南航的比较多 都是在江潮汕广东省境内 这次的话是要坐这班航班飞南厂 我在买票的时候还是123航空 但是9月22号123航空已经注销了 现在已经回到了它全资母公司东航旗下 中国商飞ARJ21这飞机的造型还是挺有辨识度的 T型吹尾后置航发 选座的时候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选前舱 因为它后舱的话座位离航发比较近 会相对来说吵一些 对于直线吹机来说 飞南厂确实挺远了 中间京亭连云港2000多公里 可能因为快失忆了 今天这班鸡满园90座的全经济舱无群 这里的座位的位置有两只仙串 还有东西还挺方便 边上这架长龙航空的航班 我之前坐过了 应该是飞广州京亭襄阳 你好 李远港 For 16 years then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a portable power plant aboard Thank you 请问你们讨论是否想不妙 要拿下来 给你几下就是 这条根本不妙 你不妙 我只是想不妙 我只是想不妙 在龙盘 我不是想不妙 我只是想不妙 那边做什么 我让你才能夙 我只是想不妙 心想不妙 我不是想不妙 我 我不要 我让你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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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此结束 远处那家T型垂尾的ARJ21是江西航空的飞机 好像是南长号吧